66岁陈虚员随国足出征 两场比赛没任何成绩要求 赢了中奖1200万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国足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最近的我们中国国足啊去出征 变成试育赛比赛的情况 众所周知那么现在的中国队距离这个试育赛的比赛了还剩下两场比赛 演向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那么我们中国队呢也在近期的正式出发前往国外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这一期这一次的比赛那么我们整体中国主席包括国足的 这个教练组呢也非常重视 所以在前段时间的一方面安排集训另外一方面的还安排了很多的热身赛 而从目前来看甚至包括66岁的中国主席主席程序员呢也同样 随着国足出征 所以确实看来呢他们非常的重视 毕竟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中国对苏格的越南对之后中国这些球员的遭受到外界的批评 包括李肖鹏以及程序员呢也同样受到下课的质疑 因此对他们来说接下来就两场比赛 虽然说无关乎最后进入世界杯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他们也要争一口气争取获得比赛的胜利加一来对他们来说才能够完成一个翻身之战 当然从目前来看我们也了解到呢根据啊天津日报的个报道他们也在最近的采访了程序员 那面对接下来这两场比赛呢他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 他说对球员来说呢他们知道怎么做 程序员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他没有给到球员太多的压力 但是他也相信球员自己内心呢已经有一个选择 虽然说对手很强大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之前面对越南那场比赛惨败之后呢 这些球员已经受到了球迷很多的指责 尤其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他们的口碑和名声掉到低谷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说真的想争一口气呢 必须要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完成一个绝地反击 即便是不能够战胜对手呢但是最终也要提出一个状态 也要提出一个好的表现 让球迷看到他们那个勇气和士气 将来呢球迷才能够原谅他们之前的错误和过失 所以可以说这两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呢 确确实实也真的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方面呢挑战性当然也是相当大的 毕竟我们也知道沙特呢人家现在已经是确定可以出现了 并且他们现在的实力非常强大 状态也非常不错 阿曼呢在此前虽然说排名比不上中国队 但是在上一场交战当中中国队同样也是被对手 给逼平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场比赛能否打败对手呢也要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当然从目前来看了根据此前中国主席设下的目标呢 如果说中国队这些球队能够在12强赛拿下每一场比赛的胜利的话 那么其实将能够获得600万的奖励 如果说这两场比赛都能够打败对手呢对中国队来说呢这些国角将能够去中奖 1200万 所以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说真的有太多能够取胜的一个理由 有太多呢必须要战胜对手的一个原因 毕竟不管是要挽回自己的生育 还是说要拿到这1200万的奖金呢 对这些球员来说真的没有理由呢不去拼一把 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些球员呢正在面临着中超俱乐部欠薪 以及降薪的问题 所以对他们来说现在中国队有这么好的一个奖励 以及这么好的一个激励呢 没有理由呢不去拼一把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真的很期待呢这些国角能够奔着自己的荣誉 包括这些奖金的一个原因之下呢能够好好去努力一把 争取能够在本次比赛当中呢有一个出其不意的好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现在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